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达达聊美食 今天给大家带来黎秋豆腐汤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偶尔放慢脚步 为自己和家人炖上一锅温暖人心的黎秋豆腐汤 无疑是对生活最美好的选择 接着准备一盆温水 加入少许盐和几滴食用油 轻轻放入黎秋盖上盖子焖几分钟 待黎秋不再活跃后捞出 这样既能保持黎秋的鲜美 又能方便去除肋脏 用剪刀剪开黎秋腹部清理干净肋脏 冲洗干净后,沥干水分 用料酒和少许盐腌制10分钟 将嫩豆腐切成小块 轻轻放入加了盐的清水中浸泡 以防粘盐和碎掉 锅中加入适量清水 放入姜片和葱段 大火烧开后转小火 保持微肺状态 轻轻放入腌制好的黎秋 注意不要翻动过去 以免黎秋碎散 待汤面再次沸腾时 撇去浮沫加入少许料酒去腥 待黎秋煮至肉质微微收紧 汤色渐白时 轻轻将豆腐块捞出沥干水分后 放入锅中 注意动作要轻 保持豆腐的完整 转小火慢炖约10分钟 让黎秋的鲜味充分融入汤中 同时豆腐也吸收了汤汁的精华 根据个人口味 加入适量盐和胡椒粉调味 轻轻搅拌均匀 出锅 撒上少许葱花 增色 滴入几滴香油 增添一抹亮色和香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